我們這邊跟各位介紹了節氣 節氣跟立法有關係 中國現在所謂的農曆 不是英曆 英曆是過月亮 中國的立法叫做陰陽合曆 節氣就是跟陽曆有關係 我們有24個節氣 24節氣所對應的日子 就是現在國曆過的日子 對的是陽曆的日子 因為它對的是地球的公轉 中國以農曆國 要知道什麼時候該春跟什麼時候該下雨 如果用農曆過日子完蛋 農曆大約30天小月29天 加起來59乘以6 354天 跟國曆的365大概差11天 大概每三年就會差一個月 每九年就會差一季 所以如果你用英曆過日子 今天現在叫做春暖化開 九年以後夏日炎炎 再九年秋風起 再九年寒冬 那農夫怎麼種田啊 搞不清楚狀況 所以我們就設了節氣 立春立秋立夏立冬 表示春天開始秋天開始夏天開始 標誌的季節的轉換 大家知道什麼時候該去種田了 所以節氣是對應的是國曆的日子 除了這個之外 我們還設了潤年 農曆的潤年 是一個月多一個月 每三年大概就差一個月 所以台語說 三年幾輪 後派教輪 三年放一個潤年 十九年會放七個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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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調回來的 台灣人現在過節氣大概就過三個 有一個一定會過的 清明那天放假 清明節 放假是放清明節 清明放假一天 有一個很多人都會過的 叫做東智 那天要吃湯圓 還有一個有一些人會過的 叫做立冬 因為立冬要補冬 要進補一下 吃點好的 積聚一下能量 應付來未來會有的寒冷的冬天 但是台灣人現在大概這樣過了 我以前就知道日本人 跟密魯人都會過春分節 後來還發現日本人還有過秋分節 更過分的事情是 他們的春分節跟秋分節是國定假日 放假一天 太小鬼了 他會不會要放二十四個 節氣放二十四天 所以如果你是小日本 你就會可以放春分節跟秋分節 放假一天 就是所謂的節氣跟立法 請注意 節氣所對的日子 是國立的日子 清明節 四月五號 有的社會落到四月四號 對應的是國立的日子 冬至剛過的 十二月二十二號 有的社會在二十一號 二十一號 所以要去了解一下 中國的立法 處理了節氣跟論年 讓我們的月份的日期 會跟國立不會差太多 就是有關於節氣的部分 OK